欢迎收听拍律游乐园 欢迎收听拍律游乐园 回到节目的现场 教育广播电台的拍律游乐园节目 我是边永心 今天很开心 金铁章老师来到我们的行动会 可是带着这本新书 其实那年是九余唱这个歌里头 我觉得最大的时候 就是这边有小故事 然后这边有简朴这样子 当你决定用这样的一个形式 发行的时候 因为他一进来才跟我说 这个书的量很少 百本什么时候 我想说都那么辛苦 做了一件事情 为什么不多一点 就是让更多人知道一点这样 其实我那时候在想 这个最主要的意义是 我自我的一个回忆 然后可以分享给喜欢我写歌的人 那我也不确定有多少人 那我在想说 你讲上会这样走到现在 你应该知道很多人才对啊 是因为大半都已经销售 这其实因为我 我其实坦白说卖一本书 我就亏一本 真的这不变 因为我定价不高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书的印刷的成本比较高 那你这样子人家二手拿去大陆卖更高怎么办 大陆应该不至于啦 因为他们那个 因为我这个有一个QR call 哦对哦 它可以撒到YouTube 是是是 我想地区不同 搞不好它那边是没办法 除非它翻墙 因为我这两年才知道 有人在收购繁体制的1980年代 1990年代的CD 因为他们在中国大陆 几乎没看过 对有市场 难怪 所以是难怪 没有后来我就出了500本 说真的一版 然后我也没有把握 其实我也不 既然我不要靠这个 去以赚钱为目的 只是分享的话 所以这个数量方面 我在想 你如果硬太多了 造成自己的麻烦 就跟Junkie这件事情一样 对对对麻烦 我这个人很怕麻烦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不要走大众的销售路线 了解 还是就是自己来吧 我看了这个书 还知道你帮这么多人写过歌 我知道你已经帮很多人写过歌了 那你跟这些歌手 都有见过认识吗 有的多半都有 但是不是全部 不是全部 因为我很意外是江陵 没错 那个我记得是我学长 那个叶家修当制作人 他向我要歌 我就 其实我对江陵 因为他其实跟校园民歌 是有距离的 他是同个时间走 但是不在同一个空间里 对对对对 这种所谓的玉璃歌星 是是是是我的小妹啊 我的歌啊 这些 我就答应了 我那时候有点苦恼 我在想说我如何写 第一个一定不要太难 因为要非常的窄 因为他其实唱的还还好 他没有他不是那种唱将心 那第二个他要易学很好学 那开始写简单 结果就写出来了 结果居然是主打歌 淡淡离仇 对结果那条歌居然是主打歌 后来因为江陵的这个弟弟 讲三行嘛 我们还熟 因为基本上他也是自身的音乐 是是是 他儿子现在也在这个行业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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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第二代都来了这样子 林隆雪他儿子也是 很多人都是 好所以这一本书算是 把你过去这四个十年 在音乐的道路上的一个总结 这样子 意思是说 之后就不再做同样的事了 其实它是个里程碑吧 OK一个Milestone 对对对 其实未来怎么样 等到出完这个书 我想写歌是一辈子的事 因为它是一个兴趣 有没有人唱 最起码你自己可以唱 我觉得OK 没有问题 如果硬要你选一个 代表你 就是人家想到你名字 就跟那个歌话等好的 你有那样的一个list 一个名单吗 那个歌的名字吗 有几首歌 比如说呢 校园名歌里面大概就是于唱 渔唱 旷野寄情 这太多人翻唱 对 然后离开校园以后 大概就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还有飞于清的香丝比梦长 香丝比梦长 对大概是这样 因为通常一个人有一两首 代表作很不得了 你是好多首 也没有很多 就是有几首 我觉得很幸运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旋律都是 好像上天掉下来的礼物 而且被我接到 那那些旋律在写的那个当下 你还记得那些moment吗 我记得很多时候都是我妈叫我吃饭 我就说等一下 原来是这种moment 真的真的 就是我正在要写的时候就听到了 要吃饭了 谢谢 我说等一下 我赶快先 谢谢铁章老师的妈 在这种吃饭的压力下 把他逼歌逼出来这样子 好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 老师还是在这个音乐领域当中 就是在每个阶段里 你都有不同的角色 可能你是创作者演唱者 制作部分行政部分 然后现在是教育者这样的角色 但是最终的就是 你把那些歌还有这些故事都有留住 这个事情是重要的 这次谢谢铁铁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